所以什么叫技术 在过去一想天开 在今天勉为其难 在未来习以为常的 我们就叫技术 虽然我们很痴迷于技术 但我知道 已知圈越大 未知圈更大 任何技术 包括生命科学 不能解决大家的所有问题 我们不能为技术论 而忽略了道德 伦理 宗教 文化 以及法律 技术应该向善了 没有科技的人文 可能是愚昧的 但是没有人文的科技 一定是危险 这也是我们这些 做生命科学的人 每天 如果说我也三行几身的话 就想一想这件事情 到底伦理上 文化上有没有问题 快结束了 所以最近高考对吧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家长 只讨论高考作文呢 因为他们也就看得懂作文的 什么事情 真的是不会的 就是数学 数学不会就真的不会了 什么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数学不会就真的不会了 这个叫软件 那个叫硬件 软件是文物第二 硬件是无第一 今天中国不缺软件 中国缺硬件 缺工业母机 缺硬核 缺柴链的最上游 所以当张伯格开始忽悠元宇宙的时候 我更加在意的是 马斯克的走向太空 人类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多行星物种 不然我们怎么把这个地球占满的 我们怎么去灯月和灯火星的 所以我一直说 在这个点上 身外之物不要算得太多 性命攸关 请君多多思考 否则的话 冗余的信息充斥大脑 我们慢慢就没有了独立思考 要知道 我们人类基本的神性 就是我们相信 相信的力量 纵使不能所有人都穿越星际 这不能妨碍我们集体 去仰望星空 我是做生命科学的 我一直都知道 如果生命是一组代码 人这个物种 它的代码当中是有爱的 我今天说的一切 就是希望 我们践行人性的真谛 将这份爱 永续传递 谢谢各位